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2岁的郭奶奶正因为儿子因病去世而在自家门前暗自神伤 突然远远瞅见一辆警车开来 原以为只是问路的 却不料车上下来两个人只奔郭奶奶而来 您是郭奶奶吧 我们是法院的 今天来给您送船票 有人把您给告到了法院 郭奶奶质疑的接过一碟材料 你们弄错了吧 我说法官 我不识几个字 你们帮我念念这上边都写些啥 原来呀 诉状上的原告是郭奶奶的七孙子叫张凯 声称父亲去世后 奶奶霸占了父亲留给他的房子不还他 现在要求法院把属于他的房子判给他 还没听完起诉状 郭奶奶就忍不住嚎啕大哭 2014年的春天 对于郭奶奶来说还真是个多世之春 就那年前 他53岁的大儿子郭大明刚刚去世了 郭奶奶经历了白发人受黑发人的悲痛 今天 郭奶奶又得知被郭大明的儿子 自己的亲孙子给告上了法庭 确实受到的打击不轻 一时间哭天枪毙 悲愤难当 听了郭奶奶的话 政法官心想 儿子继承父亲留下的房产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国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 可是郭奶奶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亲孙子来继承房产呢 在郭奶奶断断续续的哭诉中 法官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郭奶奶说 他死去的大儿子郭大明在二十多年前和邻村的侯玉兰结了婚 婚后有了儿子凯开 凯开还不到两岁 郭大明就和他媳妇离婚了 侯玉兰又改嫁到了一户姓张的人家 凯开也被带了过去 没过多久也随那家人姓了张 郭家的血脉居然改姓了张 老郭家对此非常不满 为这改姓的事 老郭家的人甚至上门却闹过 也骂过 就这样 郭大明和前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侯玉兰不让郭家人见儿子 郭大明也不愿意再给儿子抚养费 一来二去 后来两家干脆不相往来 这一段的联系就是二十年 郭奶奶回忆起过去这段 气得浑身发抖 法官 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儿子 改了别人家的兴 不给他爹养老送终 人死了 还想要房子 他怎么还有脸的争这房子 他来告我 这天理不容啊 见郭奶奶情绪激动 郭大明和书记员小丁又陪着老人家 拉了一会儿家常才起身告辞 回到法院 政法官陷入了沉思 难道真像郭奶奶所说 张凯二十年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 却在父亲刚刚去世后又来分房子吗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 几天后案件如期开庭 原告席上坐着张凯和他母亲 二人一直低着头 沉默不语 何时身份时 张凯缓缓地抬起了头 一张苍白受血的脸 毫无血色 看到张凯这样 政法官吓了一跳 起诉书上说张凯二十五岁 可这哪像是个只有二十五岁 本该青春年少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呀 明明就像个弱不禁风 常年卧床的病秧子 原告张凯 你说说吧 你告奶奶要回你爸爸的房子 理由是什么呢 张凯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审判席上的政法官 声音温弱低沉 我也不想告奶奶 可我得了白血病 打着官司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此话一出犹如重磅炸弹 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此时 张凯的母亲侯玉兰早已忍不住 在一旁不停的抽气 看到政法官 点头示意 接着往下说 张凯才道出了这场官司的原委 2013年7月的一天清晨 张凯去上班时突然晕倒在工厂门口 同行的工友将他送到医院后被查出患上白血病 这样的晴天霹雳让人如何能承受 这么年纪轻轻 难道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吗 张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样的打击 这边的张凯愁长百节 那边的家人已如五雷轰顶 听医生介绍 白血病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亲人间骨髓移植 母亲就马上提出捐献他的 并立马赶到医院 要求做配刑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 母亲经过检查 身体状况并不符合骨髓捐赠条件 张凯再次陷入了绝望 可让张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继父居然让自己的亲闺女 张凯同母义父的妹妹张静 去给她做配刑 继父的这一举动让张凯无畏杂陈 家人的这份爱让张凯既感动又有些不忍 感动的是 没有血缘关系的继父居然舍得让自己的亲闺女去给她做骨髓移植 不忍的是 她害怕骨髓移植对妹妹的健康有影响 万一配刑不成 妹妹还白白遭罪 所以张凯每天都在忐忑之中度过 半个多月后 好消息终于传来 妹妹配刑居然成功了 可就在一家人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时 巨额的手术费用又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 35万 这是医院要求准备的基本费用 而前期的检查和治疗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怎么办呢 为了凑齐手术费 母亲决定回家卖掉前年刚修建的新房子 房子是卖了 可只筹到20万 35万的手术费现在还差15万 张凯说那天晚上 继父一宿没睡 坐在床头沉默不语 第二天一早 继父居然拿着母亲跪到了街头 两人用手撑着一张横幅写着 儿子得了白血病 愿做苦力救儿 只要有好心人路过给钱的 继父立马给人磕头道谢 并承诺只要有需要 将第一时间赶到为捐钱者打工 强烈的负罪感刺激着张凯 张凯想到了死 可是没想到 张凯说 当他想要放弃治疗时 继父却失声痛哭 凯凯啊 为了救活你 你妹妹给你捐骨髓 咱家卖房子 爸妈求人乞讨给你攒钱 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你却还说要死 继父难过的哽咽住了 张凯这才发现 继父最近因为给他治病的事 日夜操劳 不仅面容憔悴 头发也不知什么时候 全变白了 所以法官啊 我不能死 我得活下来 都说养儿防老 将来我还得给我爸我妈养老 能借钱的渠道都借了个遍 也只借到五万 最后还差十万 实在走投无路 我才找到了我亲生父亲 郭大明 听到这里 政法官不禁为这对继父子之间的情意所感动 同时也对张凯人生的遭遇感到同情 你那么多年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 他会同意借钱给你治病吗 张凯摇摇头 接着说出了与生父相隔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儿子本打算向生父借钱治病 没想到生父早已病入膏肓 细心的张凯还是看到了父亲的眼泪 鼻子一酸 忍着眉哭 血浓于水 父子和好如初 众议父亲承诺卖房给儿子治病 就在答应张凯要卖房子给他治病后不久 郭大明却突然去世了 绝证孙子要的是奶奶养老的唯一住房 法官会将这套房子分配给谁呢 广源市立州区法院御华兵法官为要房子告奶奶 张凯说原本满怀希望的想从生父那里借到膝前 可是在他见到生父的那一瞬间他就后悔了 原来生父郭大明那时已经躺在病床上 正在化疗 面如枯稿 郭大明被查出患上了癌症 对于二十年不来往的这个儿子的突然到访 父亲郭大明表现得十分冷漠 父子初见 气氛很是尴尬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张凯还是鼓足勇气坐了下来 想和这二十多年未见面 见面时却已身陷绝症的父亲好好聊聊天 张凯想好了 今天的谈话坚决不是为了向父亲伸手要钱 而是为了让他内心舒坦一点 余下的生命里少留些遗憾 张凯刚叫了一声爸爸 就见郭大明把头侧向了一边 大约是不想被儿子发现 他的泪水其实早已溢满了眼眶 细心的张凯还是看到了父亲的眼泪 鼻子一酸忍着眉哭 接着说道 爸爸 我知道您因为我改姓了张的事 一直生我气 不肯原谅我 可是您知道吗 这些年我给老张家当儿子 不亏啊 张凯给父亲讲了许多 继父和他之间的事 小时候调皮扭伤了脚 继父在寒风中坚持被他上学放学 与妹妹发生争执 继父始终向着他 包括前些日子自己得了白血病 继父主动要求妹妹给他捐骨髓 并跪到大街上为他乞讨 拼凑手术费的事 听完这些 郭大明很久没有说话 张凯走后 郭大明感到心口撕裂般的剧痛 这么多年以来 郭大明第一次感到了后悔 并陷入深深的自责 这些年没管过孩子 在见面时 孩子竟然病入膏肓 也许是父子亲情血龙于水 也许是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想弥补对儿子的亏欠 过了一个多礼拜 郭大明居然主动给张凯打了一个电话 让儿子去找他一趟 这次郭大明给了张凯三万块钱 同时承诺 孩子你放心 爸爸砸锅卖铁 也给你凑够十万块钱 实在不行 我这儿还有套房子 把它卖了给你治病 郭大明所说要变卖的房子 正是郭奶奶居住的那套 可就在答应儿子后不久 郭大明却突然病逝 他没能撑到儿子上手术台的那天 父亲的离世让张凯悲痛欲绝 而同样身患绝症的张凯 却急需要钱做手术 到底该怎么办呢 说到这儿 张凯突然离开了原告席 跪在那郭奶奶面前 奶奶 我确实无路可走了啊 我这三十五万的手术费 家里卖了房子 能借的也借了 我爸也拿钱了 现在就差七万了 求您救救我 郭奶奶听完张凯一席话 缓缓走上前 扶起了张凯 张嘴想说点什么 结果傻也没说出来 就颤颤巍巍的转身 离开了法院 无奈之下 政法官只有先宣布休停 回到办公室 政法官对案情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 一方是孙子得重病 急需卖房 凑钱治疗 一方是八十多岁的奶奶 还依靠子女赡养 独自一人生活 需要房屋 居住养老 对于双方来说 这套房都是必须的 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十条规定 张凯和奶奶都是郭大明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两人都应分得郭大明留下的遗产 可是怎么分呢 对于法官来说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房子分成两部分 郭奶奶和张凯各得一半 至于是变卖还是居住 由双方自行决定 可是这套房子究竟要怎样分 或者到底能不能分呢 政法官决定先到现场看看 再做判断 就这样 评审后的第二天下午 政法官又带着书记员小丁来到了郭奶奶家 这一实地勘察 政法官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房子根本没法分 为什么 当初修房子时可能受两边住房的制约 占地面积不足50平方 尽管房屋有三层 但整栋房子只有两间住房 分别在二楼三楼 一楼临接的是堂屋 厕所和厨房还分别设在一二楼后边的过道内 也就是说这房子只有在一起才是功能齐全的一套住房 分开了根本无法供两家人同时使用 看来房子一人分一半的方案不切合实际 这分房处理的思路行不通 回法院的路上 政法官又想 能否按折价补偿的思路来呢 既然房子不能分 可以把房子卖了变成钱 钱可以分呀 卖了后一人分一半的钱 可是很快 政法官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房子对于郭奶奶来讲是他大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 是一份精神寄托 即使给奶奶多分钱 他也不会同意卖房的 这既不能分也不能卖的房子 该拿它怎么办呢 这个难题困扰着政法官 仔细想想 其实张凯起诉奶奶分房产的真正目的 不是为了解决居住问题 而是指望卖房能换得救命钱 奶奶又不愿舍弃房子 那能不能让奶奶直接给张凯一半的房钱呢 奶奶出钱占房 张凯拿钱治病 双方各取所需 可问题又来了 根据当地房价 这房子要值十多万块钱 奶奶又没有收入 要求他拿六七万出来 这个方案好像也不容乐观呀 怎么办 政法官思前想后 决定还是先给奶奶做做工作 奶奶还有三个子女可以依靠 能不能一家人合力想想办法 帮奶奶支付这笔占房费呢 法官提出为留下房子 有几个子女出钱给张凯 不料却遭到反对 那大哥从我们那借的钱怎么办 这凯凯小分房就该先替他爹还了这些债务 仰看条紧就要失败 奶奶的一番话带来新的转机 若不是你们大哥当年下苦令挣钱供你们上学 你们个个都不会有今天 叔叔叔姑姑们最终能否转变态度 帮助张凯渡过难关呢 广源市丽州区法院玉华兵法官 为您讲述要房子告奶奶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局背后的逻辑 是与非对与错 真与假 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课别节目 法官起案 正法官正准备带上小丁再去一趟郭奶奶家 没想到郭奶奶已经到法院来找他了 郭奶奶一进办公室就迫不及待的问 你们那天来看的房子是打算给孩子分是吧 也许是张凯那天在法庭上最后那一柜彻底打动了奶奶 政法官见郭奶奶的态度明显有所缓和 就赶紧做工作 郭奶奶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 郭大明的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 只有您和凯凯 论法论理 这房子都该您和凯凯评分 你是这么个女儿 但是郭奶奶欲言又止 想了想还是告诉了正法官 这大明生前治病 在弟弟妹妹们那儿前前后后借了十多万 儿女们都说了 如果这凯凯想分房 就该先替他爹还了这些债务 政法官想 的确啊 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明文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 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 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郭奶奶提出要分房先还债的要求 还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看来这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法官面前 郭大明生前欠下几个弟妹十多万元 就算张凯有钱还了债 还能剩下多少钱来治病呢 而现在债都还不上 更别提再让叔叔姑姑们凑钱给张凯治病了 可说到张凯毕竟是郭家的无邪 叔叔姑姑们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吧 所以能否说服他们才是本案的关键 于是法官立即拨打电话 让一家人面对面解决问题 不一会儿张凯先赶到了法院 让政法官都不得不服的是 这血脉秦深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奶奶思想转过弯了 加之孙子之前的遗跪遗教 奶奶这回见到张凯 那眼泪牵着线的躺 一把就抱住了张凯 你小的时候 奶奶把屎把料 你全都忘了 你这没良心的小东西 政法官见到这心结打开了 直到调解的时机也就到了 可还没等政法官这边开口 门口就冲进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原来是张凯的二叔二审到了 要分房是吧 那大哥从我们那借的钱怎么办 要分房得先还钱 二婶直言快语脱口而出 郭奶奶盲测过身说道 老二呀 可我们不能不管孩子呀 这可是咱们老郭家的骨肉呀 那也没见他姓郭呀 二婶快速反驳道 见到二叔二婶把头扭了过去 见到奶奶左右为难 张凯不怒忍 说道奶奶你别为难 房子我不要了 说完转过身就要离开 眼看着事情有了转机 政法官万万没有想到会落这么一出 看来今天的条件是不可能再继续了 张凯离开时有些懦默 苍白的脸越发没了血色 想到张凯眼神中流露出的失望无助 想到张凯可能由此对亲情和生命产生绝望 这法官心里难受极了 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因为没钱治疗 而将这个孩子逼入绝境吗 几天后就在法官犯男的时候 二婶的一个电话带来了希望 原来那天回家后郭奶奶召集儿女们开了家庭会议 细数了儿子郭大明扶持兄妹几人成家立业的渐渐王室 听了郭奶奶的话 兄妹几人深受触动 终于改变了态度 就这样在政法官的组织下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房子不分了归奶奶名下 由奶奶补偿给张凯五万元 至于郭大明留下的那些债务 也由奶奶负责来处理 其实啊 奶奶自然是拿不出钱的 郭大明的弟弟妹妹们明确表态 债务不用还了 各家各户算是给大哥寄心意了 那五万元其实是有耿直的二审买了单 毕竟二叔家经济条件最好呀 何况郭大明死后 现在的二叔也算是排行老大了 这不得担当其长兄如父的重任吗 从二审手中接过钱时 张凯和奶奶抱头痛哭 奶奶请你原谅我 如果我能有活下来的一天 再来补上对您的孝敬 奶奶老泪纵横 在场的政法官和小丁也感慨不已 后来张凯顺利的坐上了去往广州的火车 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听说手术很成功 现在恢复的还不错 本案中苍颜白发 却有爱心犹在的奶奶 心直口快 却又勇于担当的二婶 素不相识 却又亲情相助的法官 还有生父继父 了份浓浓的父爱 让绝望中的张凯 不仅绝境浮生 更收获了一份彌族珍贵的亲情 相信这份亲情将成为张凯一生的财富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张大妈精心为智障者安排婚事 抱养孩子 他们以后好歹也有个依靠啊 不料女儿婚后屡遭家暴 张大妈又帮女儿办离婚 离法官存乱 他们收养孩子的行为并不合法 抱来的外孙女要送还生父母 张大妈还能留住女儿将来的依靠吗 禁书之法官明日将为您讲述 智障女儿离婚案